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阳 欢迎您收看选择特别节目 场外相亲之爱在选择 现在我所住的位置呢 其实啊就是我们的办公地点 您随我来看哈 我身后呢就是我们的机房 这一排一排电脑呢 就是我们的选择节目半生的地方 那我们的编导在辛勤工作之余啊 除了呢是为大家奉献了 一期一期精彩的节目 还让我们的二十多位新人啊 在去年呢是幸福的走进了 结婚的殿堂 不过有点遗憾的就是 依然还有很多的朋友呢 没有找到自己的一中人 所以啊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呢 我们是特别做了一次 有点特殊的安排 我们想请啊我们的这些 单身男女嘉宾呢 来到我们的办公室 看看会不会擦出什么意外的火花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专门请到了 八位条件非常优秀的 单身男女嘉宾 把他们请到这里 看看他们今天能不能找到 自己爱的惊喜 那首先我们有请这八位 单身男女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 我相信我今天一定会遇到我的爱情 我相信在选择节目里 我会得到我的幸福 会找到我的真爱 找到我的白马王子 我希望在咱们选择 就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我一定要努力 你一定会在这个节目 我就一定会选择我的另一半 四位女嘉宾率先来到录制现场 开始完成他们的第一个任务 各位女士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特别的一个现场 首先呢我要给大家几个胸牌 这是一二三四 这是随机发给大家的 来我们先取到自己的胸牌 来您拿上 您是一号 没有十二号 三号 四号 那我在这呢先要预祝大家 今天能够选择成功 能有一个好的收获 那接下来呢我要告诉大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大家看到了我手里呢 有四张卡片 一会儿呢希望大家能够在上面 写上自己的爱情真言 那么由这个爱情真言 将会开始我们今天的选择之旅 那现在请开始 哎呀 没搞过镜子 我会写在上面 这么快呀 不到三十秒 马女士的已经写好了 真爱 在你我心间 我们俩人一人一颗心 用了一点小心眼 现在我们看到一号女士 刚刚犹豫了半天 但是您也很快就写完了 只有四个字啊 简单一点 简单一点 想有个家 不知道哪个字怎么写 我不确定 那也不能写在纸的背面 这个环节 大家千万记住啊 一定是匿名的 我们一定不能在这个卡片上 写上自己的名字 和任何的标记 您是写好了吗 写好了 已经完全写好了 哇四个字 你懂 足以 我相信我今年一定会遇到我的爱情 那我看一下你写的内容好吗 我希望我的生活简单快乐 彼此真诚相待 那么现在卡片 已经全部都收回到我的手中了 每一位都知道 哪张卡片是自己写的 我们的观众朋友也知道 我也知道 但是不知道的是谁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他们 请到我们的房间里来 欢迎四位男嘉宾的到来 他们分别是 我不在乎岁数啊 哪怕我碰一个 说50 51 我不在乎的岁数 只要我能跟他聊得来 通过选择栏目 遇到一位 年龄在48岁以下 重新打理 大度包容后者的理事为伴 我想找一位年龄相当心地善良 善解人意 互相包容的女士 一起携手 后半生 我相信我会能找到理想的另一半 怎么样今天来到这 大家高兴吗 高兴啊 那么首先我们就要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了 我现在手里有色卡片 这个每个卡片上的对应着一个号码 看谁的运气好 我们可以抽到什么样的号码 而这个号码也将决定着我们今天的开始 抽到一号的男嘉宾 将会有优先挑选女嘉宾爱情真言的权利 而四号男嘉宾则只能拿到最后剩下的一张 那么稍后呢我们会告诉您哪位女嘉宾写了这段爱情真言 她就是您今天的第一个伙伴 没事没事啊真的 缘分东西这东西我不看这么多没事 我抽了一号我感觉挺幸运的 因为这四个四位嘉宾里边我能够先选 你好是男嘉宾吗请进 新人你好 你好主任好 心态挺正常的 我感觉我们这年龄大的人 我们就没有什么可紧张的 各位女嘉宾你好 这样您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我是北京市房山区青龙湖镇人 现在的职业是开出租车 然后还有点兼职 你老大哥 我落差有点大 我小儿国他是巨人那一类的 好人不错 挺有气质的 长得也挺好的 您今天非常幸运的抽到了一号 所以呢您有优先的选择权 您可以在四张卡片当中 任意选择您认为最满意的一张好吗 那内容可以让我看吗 当然可以让您看了 好好谢谢 那你在我心里里 你都不出于想要我这样 其实这也都挺好 我这挺难选择的 就我就选择了 就我希望生活简单 生活的 一号先生已经做出了选择 他选择的是这张字最多的卡片 挺幸运的 他第一个抽到我 人还行不错 挺高兴的 就是我抽到他之后 就是说 就是了解了解 我想了解了解情况 跟我究竟能不能对落 这我咱们不敢说 好 现在第二位男嘉宾已经到了 我们有请他 来 欢迎您 主任您好 您好 来 跟我们的女嘉宾打拳 我叫王上山 北京人 好紧张 紧张 别感觉紧张 说美女多吧 您对哪个女嘉宾 感觉形象是哪个的 最高那个 就是穿一红裙子的那个 是吗 对 这我恐怕不合适 当然很希望他能有好的选择 您现在可以从中认真看一下 选择一个您最满意的 这两个多满意 得说这个实力 但是您必须选择一个 对吧 真爱在您我心间 做出选择了 还行吧 就觉得 这人可能跟我亲眼有点感应吧 可能是那种感觉吧 好 我们掌声有请 我们三号男嘉宾 来 有请 你好 主任好 各位嘉宾好 我是三号 来 咱第一呢 手不插兜 来 您站到我旁边来 有一点他就感觉特随意那一种人 在有些场合必须得过好自己 这一下就好 来 跟我们的李嘉宾打个招呼 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各位女士好 我叫杨春莉 在一个单位当司机 跟大家见面很高兴 谢谢 谢谢大家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先生 挺爽快的 他很直帅 那您的婚姻状况可以说说吗 我是离异的 离异的 单身多少年了 半年多 不到一年 那您是新鲜出炉啊 那您来我们的节目 什么时候的事情 十月份吧 当时感觉怎么样 感觉挺好的 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心里放松了 人挺外向的 可能挺键盘的 那么个人吧 现在我手里面 还有两张卡片 您要根据这两张卡片 做出您的选择好吗 现在开始 好 就是他 就是他 我觉得很好啊 可以见一见 了解一下 觉得还是比较满意 简单的 互相的互动一下 你很不幸 抽的是四号 所以呢 你已经没得挑了 只剩下最后一张卡片 没事 没事 这东西 天意 真的 没事 我喜欢这个 很多人都说是 也可能一种立法心里吧 你来看看啊 这个是女嘉宾刚刚写过的 他说 我想有个家 我没吃这张卡片 这张卡片 你满意吗 觉得 满意 太满意 还可以吧 有点小小的那种 感觉还行 看原本呗 在首次配对成功后 趁我们准备 下一环节所需设备时 嘉宾们就已经迫不及待的 相互沟通了解了 可是我们却意外发现 三号男嘉宾 只身一人 独自坐在一边 应该主动跟他聊天了 什么事啊 回来了 回来了 我不希望别人上来 就说你干嘛 你们住哪 你们家干嘛的呀 你做什么工作的呀 那有没有想到 他可能就是 想跟你沟通 都不了解一下 对是 我知道 但是后来我跟他讲 他是不是不想工作 我说咱们可以随便聊别的 对吧 我觉得开头 随便的问问 我觉得没 没经过 没有问别的特殊特别的问题 就是很平常的问题 遇到了不差 这可能因人而异吧 当然我心里不建议 现在我们在第一轮当中的配对 已经是结束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大家呢 已经全部一男一女 一男女的做好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入 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 那就是男嘉宾 深入沟通的环节 也就是说 我们呢 稍后要在另外一个房间当中 由这一对一对男女嘉宾啊 深入先了解一下 男嘉宾的情况 去看一看 男嘉宾上一次 在我们节目当中的表现 同时我们剩下的六位嘉宾呢 将在这个房间里面 去观看 他们在那个房间当中的 沟通和交流 同时也可以了解 男嘉宾的情况 那接下来 我们就首先 邀请我们的一号先生 还有我们的三号女士 到另外一个房间去 了解一下 我们一号男嘉宾的 基本情况 请你们出发 鼓掌 来 欢欢欢 欢欢 好的 请uin 你就放吧 我还一点都没瞅呢 有请 你好先生 你好 孟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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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那路 路的反正傻子糊 出租车司机 有没有人上车就特爱给您唠车 这很多呀 是吧 我一看我就觉得您就肯定是特爱跟人聊的 对 我不光开出租车 我还有另外一个 我也是做理财 在光大街上做理财 我开出租车 就是为了做理财 然后我开出租车 我能多接触一些人 开出租车是为了做理财 是民间高耍 开多少车能力点多少个客人 我觉得挺好的 为理财很好 才能够规划自己人生 这俩还在旁边这无聊呢 咱现在拨不过来吧 现在是拨不过来 给人点空间 我听您心里酸溜溜的 说给人点空间 不是我觉得有什么感觉 比如说吧 当时我也进去跟人女士聊天 好像我们俩当聊到你们这儿监视我们 是不是 想问问啊 因为写的是离异 对 怎么就分了呢 我这是属于 07年吧 那阶段呢 我的家里边啊 不管是事业上啊 还有说这个各方面都遇到的很大的不顺利 人生步入了一个低谷阶段 当时那时候我的前妻呢 是这个 就是家里边比较郁闷的情况 他就去这个 去跳舞去了 一跳舞 跳出情况 把家里就是说 就散了 我经过拖累了 那那个 那就是上网 那就是什么都经过 听过这个 听过美好 对 但是也经历过很多生死 在你人生低谷期的时候 其实感情上出了问题 那应该对你来说是双重打击 那打击太大了 这我所承受的打击 这一般都承受不了的 以前我是开专厂的 当时的企业规模呢 人也有二三百人 我说一句话啊 可能就说年轻人不就能理得了 比我这年龄大的 或者就生活阅历比较风云 都能明白 福不双至 祸不单行 那几年我所经历的情况呢 就可以说是 弄事扔钱 弄人过命 06年生意出现问题之后 就说那个就是 等于扔了钱了 等到07年的时候呢 07年到5月份的时候呢 我就说因为我开了好几十年车了 二十多年车了 没出过 没出现过任何事 但那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开车了 突然有一个人 在我正常行为的时候 他就跑到车前面了 撞了人了 撞了人了 撞了人之后呢 他 嫁鹤西去 这一下的话 又扔了好几十万 七年了 跟我前期分开就已经 07年了 他有 他 我跟他没什么沟通 没正式接吧 没正式接吧 他可也有 都有人 他也可有人 关键造成的这个心理压力会非常大 就是说非常大 但是我自我自认为啊 我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但是说虽然说这个环境这么恶劣啊 这个我都能挺得住 我有偶像 谁啊 我的第一偶像是毛主席 第二偶像是咱们的改革看望总设计师 邓老平同志 哇 你看人家邓老这个三起三落 对啊 人生就是那 三穷三富到不了头 哎 这就是这样 绝对是个实在人 就是那种 一点坏心也没有 拿谁都当好人的那一类 他这个人嘛 外向和他 和内心吧 我感觉蛮大的 外向给音纵听 不是他做事一些 也是挺坦诚的这一种 看来平常也会去看他们的一些传记 或者一些书 对 对吗 我的床啊 我是一大双床 两米二的一大大床 长度两米二 宽度两米 看毛选 这边是我的床 这边是我的书 那像您平常都有什么爱好 我平常 没什么爱好 像我们工作一天到家就是 没有什么业余活动 哦 生活很单调 很简单 哦 很简单 哦 这人不错 人应该是一个不错的人 是一个 呃 家庭型的人 可能是一个 不太适合我 哪不适合你啊 挺坎坷的 开车一转人了 挺不容易的 做的行业挺不容易 挺危险 我不喜欢这职业 来 能会唱的 看四号女士 来 请坐 请坐 感觉这时间长而短啊 我现在刚刚问题问特好 觉得您觉得时间长 还是时间短 还是怎么样 啊 啊 随便说不够用的 那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就得请上我们的二号男嘉宾 还有您的这个搭档 好 我们一块到旁边去做一个深入沟通了 来 有请 还有我们掌声观众 欢迎您 哎呀 白衬衣啊 王大平衡男人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请坐 介绍一下我们的四号女嘉宾 你好 请坐 这个穿跟我一样的衣服啊 咱们都姓王 哦 您也姓王啊 对 他喜欢比我上镜 然后我这拍的挺肉 他那个比我还肉 您是北京哪里人啊 苹鼓的 苹鼓 从小的苹鼓长大吗 是 您是县城里的呢 县城 县城里的 老家不是县城 老家是那个农村的 后来拆迁是吗 没敢拆迁 我都是考出来的 考出来完之后 开始分到成平 后来又回到 苹鼓 对 那您做什么职业的呀 在国企搞行政管理吧 哎 您行政管理在单位里是做啥里边 具体点 这是那个 后勤那块 你看 那个 房秘车 载一个 乐化 还有烧火炉 后勤保障 您觉得 假如他特喜欢您 您觉得怎么样 假如我只是 这有点逼了 没关系 您也不知道 我觉得 还有点 适合 我直接找到这种 类型 我很好啊 我觉得您 您能够说说您的心里话 您觉得您希望找到什么类型的 能包容我和我女儿的 有一定的 有固定收入的 它这都符合啊 年龄在 六五年以后出生的 固定收入 我个体会算固定收入吗 那挺好 我们来采访一下他 只要有收入能够 就行了 我觉得是 我说只要有固定收入吧 在一个 养老 你交着保险的吗 我的保险都是 就是个人的 商业险 那个没 回上那个 交那个 不是 不是你们那种 三险 或者五险一斤的 叫做商业险 这还是一个 社会地位的问题 因为他是属于 国体职工 我属于个体户 这就本身 就是一个差异 他考虑的 就是将来养老问题 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就是这个 就他 没交 无险 我觉得你好像 把保险这个事 看得非常重要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 老了嘛 就得靠 社会养老保险嘛 我发生 我觉得我 从小 立志都要想 当一个工人 那时候 考出来 就是为了这 不叫做铁饭碗吧 一个就是 一个就是 信息稿 一个是 就是 总买加工数据 这么年轻 爱人就离开了 太可惜了 他哪一年走的呀 10年7月27号 那10年的时候 他是不是才46 7岁呀 48 他比您大一岁 对 15的 这是爱人的照片 嗯 89年照的 这个48岁得什么病了 嗯 当时吧 没检查出来 这大夫 就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对 最后他死亡的时候 大夫 在死亡证明上 写了两个问号嘛 嗯 一个就是 信息稿 一个是 就是 主动脉加工数据 那就是 他是突然离开您的 对 嗯 我从家里 我正好在家嘛 我准备要学 开车去 哦 还在一起 中午吃吃饭 不到 一点吧 他去接的账 我规定想 学游泳 我说 那你们游泳 我说我睡个觉 结果他到游泳池以后 他跟我规定说 说 我有点不舒服 我回去了 你自己游泳 他跟你说 你自己游泳吧 我规定说 您打车回去 这没有公共汽车 得需要五块钱嘛 结果 打热签 他身体又不好 他没舍得五块钱 结果他走到家 走了半个多小时吧 我老婆来吧 陪我会吧 我一摟他脖子嘛 他呢 他这 突然间浅了 我这怎么那么疼啊 我说怎么了 那我赶紧上医院 过了没有几秒钟嘛 他突然浅了 哎呀妈 我不行了 赶紧送我医院 他说的就说 对于临死 就说了这句话 你哥们多容易 对 看着挺纠结的 对 这人先生多好 那两口多好看 对 嗯 你爱人 呃 离开年 是不是心里边 感觉挺孤独的呀 受了点伤害呀 是不是 是 我 嗯 离完有时候 不想 踢啊 一踢到他心里 都要堵住 那你再找一个老伴 你想找跟他一样的呢 还是想找一个 嗯 就是 有独立个性的呢 你喜欢什么样的 女生 嗯 现在已经 他已经去世三年了 现在基本上 从咱们来讲吧 已经 我也就是觉得 再找一个那是不可能的了 这事实上没有第二个人 两个一模一样的人了 孩子面对现实 只能说互相的包容 把对方的缺点 包容就来得行了 这是代替不了的 就是离婚的人 你也就说 在之前 十年 甚至是几年 他那个一段成长的一个经历 不管是痛苦的 还是幸福的 他都是无法抹去的 我已经走出来了 那个 世界上没有两个人 两个人一样的人 我俩人不是一个类型的人 你没发现吗 嗯 我是属于比较理想化的那种人 嗯 所以他 呃 是那种比较 规范化的 所以说 这就是说 呃 一个生意人和一个 嗯 就是上班族 两个的区别 来我们的四号 是 欢迎你们 来你请坐 该聊怎么样 时间长还是短呀 还是这个问题 时间不够 我想 这个时间短 啊 时间短 我们也一直 得到投赚啊 对 对 这都可以 好吗 没有 没有紧张 嗯 通通也不需要什么紧张的问题啊 随便的简单的了解了解 也是出乎的了解 他可能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 他人很好 就好比说如果是一个朋友 我很愿意介绍给我其他的女朋友 但是恐怕 就是 不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 这些人其实挺好的 这些人挺好的 那你平时就是喜欢 什么样的运动 我什么运动都喜欢 什么运动都喜欢 我也喜欢运动 先生 您多大便利 我们是要先看那篇是吗 没事 那边看那篇 说也行 就可以 嗯 那个 您找对象有啥 硬性要求吗 没有 就是 主要就是北京人 这肯定是北京人啊 对 嗯 50岁 离异了吗 离异了 不离异 不上这儿来 人家不是还有三偶的吗 我这笨的 离异了 离异了是吧 离婚多久了 半年 春节以后就是 刚离啊 对 那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他们俩都属于集成是吧 他肯定是也是纠结了很久啊 对 就是在离婚之前 就等于分居了 有几年 嗯 这个节目 可能我一直就 分居之后 在晚上回到家就看这节目 你不会是 看完这节目最后决定 那就 就就 人家的 不会吧 不会 这节目挺好的 因为这个平时可能大家周围接触的人也都有些 我这节目 我这节目播出之后 像同事啊 邻居啊 都看到 翻详挺热烈的 翻详挺热的 对 有人给您介绍了吧 该 嗯 我收到的 我收到的回馈也不少 那挺好的 您上完一次之后下午怎么样 上次这节目 嗯 好像 那个 可能正好赶过节 所以 就是 好像那个 电话不多 也就是说 您的婚姻中 在那些年里 有过很多的不幸福 对 所以你特别希望再找一个一定得幸福的 是啊 是啊 您看那闺女亲吗 闺女 挺好 这姑娘我想问一下啊 假如妈妈找了一个叔叔 对你妈特别好 你妈也特满意 但是呢 这叔叔吧 跟你一般 你打算怎么办 他只要对我妈好就行 嗯 但他要求说你必须管我叫爸 嗯 还有吗 没别的 这不是问题 不是问题啊 哎呀 这姑娘太好了啊 先生 刚才我一说这话 你好像还感动了一下 啊 为什么 好多年没人叫爸了是吧 不是 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故事 就因为 这个女孩子一说 还有吗 这北京姑娘哈 没有了 这不是问题 就在那一瞬间 先生眼泪差点掉下来 所以我就在问您 呃 我看的准确吗 是 我说不出话来了 也就是说 其实 您多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孩子 我相信这个眼泪的背后一定有故事 因为我们平时 我经常跟这观众系列的人开玩笑 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 一般的男人 可能呢 会开个玩笑 好 怎么样 但是他那一瞬间 我一回头 我就发现 他眼圈红了 所以这里边一定跟他的人生经历有关系 先生您有孩子吗 呃 有 今天24了 女孩 女儿跟你好吗 说真的很不好 为什么 哎 我是 二次离一 就跟他 跟他妈 前妻吧 嗯 结婚两年 这孩子 半周多就抱走 你两次离一是跟一个人吗 对 哦 然后是 91年离的 2000年 等于他又 抱着孩子去找我来 我母亲就说 冲着孩子 能不能复婚 我说 要不要大的原则问题 就是冲着孩子 一女孩 就复了 复完了这几年 他把心思全放在孩子身上 确实比较 溺爱孩子 你说我 我在溺爱 这孩子可能就 我觉得就 所以你比较严格 我老想说 把孩子培养成的 好一些 正常的孩子 可是我却就是 做了那恶人了 嗯 所以 这个女儿一句话 让您特别伤心 是伤心 我也想起我的 这个 过去啊 就缺少这种女儿 这种 闺女 没 几乎很少叫我 她也许不知道 我真的很爱她 很好 既然离了之后呢 你再想重新复合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人挺不错的一男生 嗯 就是 嗯 我觉得他 可能是跟孩子关系 不是太好 因为缺少沟通 嗯 不管是跟任何人的关系 都需要沟通 这样的话 那关系才能越来越好 哎 这个以前的生活翻篇了 就 开始新的生活 嗯 现在是闪开了 当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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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谁都一样 那刚刚我们也看到 这个先生的情况了 哈 那么这两位呢 现在还都在他们的这个房间 进行这个交流 你们觉得这二位 他们在一起的匹配程度 怎么样呢 没戏 行吗 没戏 没戏 哈哈哈哈 为什么呀 像我身材匹配程度 但是我觉得 他不会喜欢让他 谁不会喜欢谁 就是这个男士 不会喜欢那个牛吃 为什么 呃 因为 刚才吃饭的时候 那谁 这哥们忘了沟通了 嗯 就说那个 可能他那之间就 都没怎么沟通 那你呢 没给他聊 对 哦 觉得爱搭不理的 对 问他什么 什么不说 我都很怀疑 他就是没看上 他就是没沟通 这样 看上来了 他肯定要聊 就是连话都没 咱们这三位女士 说话都 就是起码说话 就是让感觉 就是挺随和 对对 很 咱们就要 跟东族一些吧 都是能聊得来 对 这位女士说话 很哲理性 你跟他说的话 都老是那个 叫做哲学性 都给大家说发言 那哥们很憨的一人 其实这哥们挺憨 很直 可能那位女士 都没办法 那里的情况 跟对方 没什么 基本情况 都没见到 因为实际上 当时是 先生当时 他也是很善意的 就说 如果要具体 问到什么 大概什么具体的地址 那个肯定是我建议的 对吧 因为我一开始 我已经说了 我在东城 对吧 老的东城 我觉得这个范围 已经很清楚了 你很建议 别人问 您 那些思念论 是吧 是的 因为我觉得 这是对别人的尊重 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 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 我觉得尊重别人的隐私 这是最起码的事 叫礼仪 跟这个周女士 聊天了解了之后 您感觉怎么样 感觉的沟通 还是不太畅通 可能是个人的性格 我想 来请坐 还是那个问题 时间长时间短 时间短 好 看来你们聊得还挺好的 来 那接下来我们就该四号男嘉宾登场了 四号男嘉宾 还有我们这位美女姐姐 我们一会再去教育一下 婚送吧 对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我没见过 我好好看看 了解了解 你没看过这个 没看过 我这播的时间最长 播好几期 先生今年五十岁 我听说您这个 经常骑着自行车 满北京城溜的呀 一环二环三环 一环在哪儿啊 这我是有点苦是吗 这边是西单东单 那边是迪安门 公主十条吧 这一圈叫一环 亲上说好点 对不起 有一点他就感觉特随意那一种人 我大随便 对人呢 就是这样 可能生活中也太随便了 他们很多人都说我 离婚的原因是什么 婚姻中吧 也确实有些委屈啊 因为我个人心里觉得很委屈 因为怎么说呢 因为我也是为这个家福出很多啊 但是却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 就是一种家境啊 结果呢 到越来越 在家境的败了 就你们 您二位是自由恋爱吗 对 我是自由恋爱 你们俩经常为什么事争执 比如说吧 对待亲情 对待朋友 对待钱 对吧 钱 对 您是您挣得多 还是他挣得多 最初我们还几乎是平等 到后来他挣得多 因为他的私企 我在购物中心 是不是这个在家庭中 人家的经济地位就决定上层建筑了呢 也有可能 这也可能是一方面哈 比如挣钱 他可能比挣钱多一些哈 他可能比较那什么一些 但是我给家把握的比较多 比如孩子子女教育 就最后导致你们离婚的事件是什么 根本就过不下去了 彼此争吵得太那什么了 就物极必反一个道理了 这已经崩瘫 崩瘫到这个到极点了 就您一看他就烦 他一看您也烦 是这样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 我当然我在这里我想说一遍哈 我的婚姻的失败是什么呀 是我的问题 我想说什么 我的问题是什么呀 就是我的选择 肯定是有问题的 因为当年我三十 我结婚是三十 他比较小很多 卖地农村的 我忽略了很多文化的 对人生的一些看法 对价钱的价值 对金钱吧 一些个看法 结果没想到 对 人家是这个山沟里 飞出的金凤凰 那家伙推不得了了 好家伙 我觉得他口无多懒 我说话 他太随意了 怎么推不得了的 怎么说呢 就事业做得很好呗 对 林先生是在给他打工吗 我不给打工 我在给别人打工 那你曾经给他打过工吗 对 曾经打过工 分号是这样 等于我被 就帮我住了 就不合适 就让我走 就走吧 你属于是 这个 亲户了呗 对 就是这样 孩子需要教育 良好的教育 就说 还是说 跟他合适 说你穷了吧 几等 他有些人吧 他的一生啊 他活着 他有一个目标吧 或者说 有些人活了以后 就一生 就是简单的 过一日子就完了 对吧 也可能我这个目标 跟他不一样 对吧 我的目标很简单 家庭简单单的 我带着过去 进行自行车 我大胡同转过去 玩去 去的木子合作 我这儿有进展去 我最想把生活简单一点 从性格某种方面来说 不那么胎 是否 我是比较锐利的人 属于他老头那一位 我不喜欢没有上迷信的人 喜欢他老婆自己单干 我也喜欢 你女儿十几 十九 十九 我跟你跟我做好 对 我跟你跟我做好 尊重女儿的选择 她愿意跟谁 对 对 谁人说判给我 就不愿意判给我 其实女儿在谁内 都一样 是吧 我不这么认为 我告诉你 我跟你跟我 比她还好 我大小带着这孩子 我有这方面自信 我敢这么说 我感觉他 这人说话有点 太强势了 你一种 是吧 气宜的 我感觉还好 你们觉得 他们这两位 匹配成路怎么样 应该可以 我感觉还可以 她刚才 吃饭上吐露了 她想跟这女士 接受接触 真的 听到这消息 心里是什么感觉 挺高兴的 那这么接触 因为咱们在这接触 也没 连去交流 也没交流 我觉得在这个场合 应该有点 其实不论男女 对 那个刚才跟那个女嘉宾 沟通了解了一个过程 您感觉怎么样 人不错 我感觉人不错 怎么说呢 应该可以接触一下的 但是 我估计咱也瞧不上 我实话实说 挺年轻的 我是她 在男嘉宾深入了解环节结束后 我们把男女嘉宾 分别安排在两间会议室中 接下来 女嘉宾们将要做一件 非常重要的工作 那就是 她们要给我们的男嘉宾 重新排序 刚刚看过这个男嘉宾的 这个视频资料了 我相信大家可能对男嘉宾 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现在 大家集体商量一下 把我们的四位男嘉宾排出一个 一二三四的顺序 你们认为最好的男嘉宾 放在第一位 那么认为可能最不满意的 放在最后一位 注意哦 在这个地方 我需要大家给我的是一个统一的意见 你们现在给出的这个意见 也就意味着 一会儿这位男士 将会有什么样的权利 非常的关键 非常的重要 不知道后面的什么环节 现在比较紧张 对 期待的下一环节 您呢 我也没有什么期待的 您呢 赶紧就微笑 是吧 觉得那个胖胖的 他挺好 你好 那第二个呢 这很难说出 是不好的吧 每个人心目当中 就是对每个人的看法 也都不同吧 是一件难事 不太容易 这样好不好 我们心目里自己排序 排完了以后 然后咱们根据那个 总结起来看 谁得的票数最多 然后以此排不出 一二三四来 行吗 我忘了 是很一般的俩 第二号谁 二号 是谁啊 是那央起的那个吗 还是另外一个 比较爱说话的 先讨论她 她是好还是不好 可能那几位女士 还是有点 就是可能有点不好意思吧 那我就是 不愿意 帮大家集思绑一 那最终排出这个顺序 跟因斯文当中的顺序 是一样的吗 嗯 大家会选出来的 还可以 那么现在呢 四位女士所给出的 男士的顺序 已经拿在我手里了 那我们的男士 听到这个结果 又会作何感想呢 接下来 我们就把男士继续讲 现在可以说是我们今天 最最有趣的一个时刻 即将来临 几位女士 刚刚给几个男士 排了一个顺序 他们认为最优的先生 和可能是最差的先生 我特别想知道几位 你们觉得自己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排序 来 四号先生 您先说吧 四号 最次 哦 这么有信心呢 最差的应该是我 为什么 因为我有时候谈吐的 文明疼漏 没谈得高 您觉得你应该什么会准 他们都是最差 我不是最好 有信心 那么到底 我们这几位先生的排序 是有什么样子 女嘉宾对大家 到底是什么印象呢 现在我们要公布结果 紧张 怕说什么不好 把罪方得罪了 是有这种担心 不紧张 我感觉我们这年龄当的人 我们就 没有什么科技 首先我公布第三位 那么排在第三位的是 我们的 二号 男嘉义 请您向前移住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公布的是 今天的女嘉宾排序的 第二名 排在第二位的是 三号 男嘉义 让我言重了 什么感觉 公正 客观的评价我 这是女士的评价 接下来我要公布 今天被女嘉宾选出的 第一名 也就是大家最喜欢的男嘉宾 她是 一号 男嘉宾 恭喜你 掌声恭喜 谢谢你 太太歇小了 女士相信你吗 比方说 你们各个女士都 可能比较看众 传统型的男人 挺高兴吧 我表示感谢 表示感谢 那么相应的 我们的这个排在 第四位的男嘉宾 也就已经得出答案了 那就是 自豪男嘉 应该的 心里凉凉呢 怎么叫应该的 不凉 我的 这大伙这么短工作 都了解 说话的只有 什么口不这两个 这对于人 不喜欢我都应该 希望大伙喜欢我 虽然我这么说 但是呢 怎么说呢 人在一块 他总归有 左右 总中有 我觉得我应该 跟我哥对四位应该 我估计就很多女士 都接受不了我这个人 因为我的人说话 怎么说呢 挺不着边调的 有点那个 死无忌惮 但是我跟你说实话 因为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简单 我希望自己简单 家庭生活简单 我愿意把我一个 就是真实的一些东西 都给拿出来 现在排在最前面的男嘉宾 有优先的选择权 您可以在现在这个时刻 选择更换您身边的伙伴 第四位就没有选择 第四位并不意味着 您就没有女嘉宾 大家没有选择 那一位就指定给您 得 对不起 来 那我们的一号男嘉宾 您要不要更换 您身边的伙伴 如果更换的话 您会换谁 那我 我在跟谁 跟那个 这位女嘉宾们 一号女嘉宾 一号女嘉宾 我跟他 跟那女嘉宾 聊一聊 好的 那现在 您可以把一号女嘉宾 带到您的身边 还有一句话 我可不可以说 因为我这四号大哥 这人挺好 因为他就想找北京 我建议他跟我这大姐 他们聊 这个 我跟您什么意义都没有 来 您到他旁边吧 挺高兴的 有人愿意嫌我 是吗 那接下来呢 就是该是我们的 三号男嘉宾了 那么现在 除了一号女嘉宾 您不能选择之外 其他几位女嘉宾 您都可以选择 您要更换 您身边的伙伴吗 行 我跟这位三号 您是简单的 交通交通 三号女嘉宾 被他给抢走了 那接下来 是我们的 二号男嘉宾 您又有一次 选择的权利 您要更换 身边的伙伴吗 二号 八号对二号 我看他 在这四位女嘉宾 我觉得他是 一干细节秀的 最后我 看了卡了之后 结果我两天 我沟通吧 不管诚意 反正能沟通一块 好 那最后呢 我们看到 剩下的是 四号男嘉宾 还有我们的 四号女士 那么现在两位呢 也请站在一边 好吗 可以说呢 现在节目进行到这里呢 有点让大家出乎意料 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果 未来又会有什么样的发展呢 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好的 那现在第二轮 我们的这个配对呢 已经出炉了 非常有趣的一个结果 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 我们的女嘉宾 深入了解的环节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这个配对组合 那么将和我们的搭档的女嘉宾 一起啊 两两的到旁边的房间去 然后我们做一个深入的了解 去看一下女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VCR 好吗 首先请我们的一号男嘉宾和一号女嘉宾 先移步到那个房间 来我们掌声欢迎她们 我发现东北的女孩子很会收拾自己啊 辽宁大连人 李易医疗美容咨询师 就希望我的另一半脾气好 有能力爱我 我想知道医疗美容是不是就是整形呢 是的 也就是说您是一个整形的咨询师 嗯 哦 那像他们想 有好多这个女孩上韩国整形的那个事 是不是你们都做这种生意啊 对 哦 你看你这个这里边罩子就比你本人就胖好多 好胖啊 前天我妹妹在大连直接微信说 你什么时候上的电视啊 问我这个事 嗯 是什么时候离异的 10年 你是因为离异才来北京的吗 之前吧 离异我第一步走在山东 啊 就离异以后先到山东 对 然后又来北京的 对 是的 那你离异时候是为什么是跟孩子的父亲一直关于不好吗 是的 我们的婚吧 不离散婚的 嗯 几天就散一块了 8月份认识的 10月份就结的婚 哦 就感情基础不稳定 是的 不稳不了解 嗯 结婚以后我们彼此性格各方面不太融合吧 嗯 经常吵架什么的也有一些暴力 暴力 他对您暴力吗 是的呀 要不是怎么会离婚呢 就他打你 就打脚踢了 您会 您会动手打人吗 我也曾经打过 真的呀 我打了半年假 嗯 我打半年 忍了半年 当然我最后有时候我也会很冲动啊 因为人的自尊啊 是有底线的 嗯 不管是什么人 对吧 就是说两人 尤其两人这个吵架 尽量的 被动手 最后一次 就你下定决心离婚 是因为什么事 也是因为动手吧 嗯 我们在公众场合 当时因为什么 就为一些小纠纷嘛 在什么公众场合 在超市 我在超市上班那时候 他就找你 嗯 然后我们就 就几句话吧 他就开始动手打架 这样打架我就走了 我就道一步道三东 当您提出来要离婚的时候 他同意吗 每次离婚 我们打架离婚 他都不会同意的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我三居两年了吗 可以起诉离婚的 我觉得有事应该做一块沟通 不必要说非得 就就就打的 这个这个 这个没有必要 就往往有时候就时间比较长的夫妻啊 就是就忽略了对方的感受 你今天发表点观点 这先生说半天了 嗯 再听他说呢 因为以前的事情 我也不想发表什么 已经都过去了 因为我 一提以前吧 那我脑海来全都不是现在 全都是以前了 所以我尽量不提以前的 其实我觉得他 继续找一个想 找一个性 您觉得他是跟我们四号男嘉宾更匹配 还是和一号男嘉宾更匹配 跟我匹配 跟一号 你也觉得呢 等等 您说什么 去什么 随便说一句 因为我 我心里有我心里的想法 就是嘛 那个 我不会选择人家 因为我岁数大 嗯 您今年是 我五十 刚才跟这个男嘉宾沟通 和刚才跟就是 上一轮的那个四号男嘉宾沟通 您感觉这两个男嘉宾 哪个沟通起来 舒服一些 那我感觉一号嘉宾嘛 和我之间沟通 这一种沟通嘛 我感觉比较接近一些 比那个刚才上一轮 四号的 嗯 比较接近 对对 这位女同志一看就是 呃 气质也挺好 这个 呃 反正表面感觉还行吧 怎么样感觉 呃 你抽吧 哈哈 这俩人 交得挺好 时间很短 时间短 你家没有啊 这是一次最真实的场外相亲 这样俩都喜欢我 虽然我这么说 他说你是不是不想聊 我说咱们可以随便聊别的 对吧 这是八位曾经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的选择嘉宾 这就像我那天录那个 录的反正傻子糊涂 哈哈 三大环节 让他们的选择更加慎重 这个可别让人知道谁选择 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大家的一致意见 大家一致意见 不会让人来讲 这个难免 这个不会 这个算是非常 你想 那就换换吧 哈哈 两次沟通 让他们更加了解对方 可自意的 感觉那聊得还挺好啊 我是感觉的 最终谁会在这里找到爱情 敬请收看选择特别节目 爱在选择 可以没问题 这一看您这个穿着打扮呀 就能看出来经济条件是不错的 或者生活是无忧的 是这样吗 是 只是缺少一份爱 刚才我们看到 您说 可能对一号男嘉宾这样的人 您在观察室这样表达的 也许不是最适合您的 现在还坚持这样的说法吗 对不起 可能确实的 我不太合适您 非常理解 能告诉我一个原因吗 感觉 是感觉吧 好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但是您很优秀 当然 没关系 这个我觉得 就说不合适自己 和他优不优秀 这是两回事 谢谢 喝茶 感觉 你想找什么样的条件的男人 合适的 这个可能有的时候是感觉 我也没有一个一定的标准 但是我觉得三观很重要 这个女士啊 可能是太优秀了 我感觉可能是个性太强了 你想 99年到现在 离婚是14-15年了吧 所以我感觉他这人个性太强了 有点 高高 高高 在上了 这什么职业 在公司当职员 当职员 工作很繁忙吗 很忙 需要全国各地跑吗 是 那有时间谈恋爱吗 没有 所以就耽误到现在了 四 四十三 四十三 说狗的 对 没错了 你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 跟着你 对 上学呢 对 上学 离婚多久了 是 我09年离婚了 29岁离婚了 不 09 天啊 我说错了 99年 对呀 我就说 太紧张了 对呀 29岁又选择了离婚 是实在过不下去了吗 是 为什么 因为我们结婚太早了 都是在我们两个很年轻的时候 就结婚了 你年轻的时候 哎呀 你年轻的时候 这个照片照得好好看啊 谢谢 好像张伯芝啊 谢谢 所以那个时候也是美女 我想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 我父母的婚姻不是很和谐 所以呢 我就特别希望考虑这个家庭 嗯 那个时候就是无论我遇到谁 我可能都会 都会 都会离开家 嗯 所以就正好遇到了 这个人 其实我觉得 相对于很多 不幸的婚姻来说 我是很幸运的 嗯 我没有经历过 亲人的变故 就亲人离开啊 没有丧我之痛 嗯 也没有经历过婚姻的背叛 嗯 就说那时候 我们俩太年轻了 嗯 就是两个年轻的人 在错误的时候 还没有准备好 就投入了一段婚姻 经常吵和闹的吗 还是属于冷暴力 嗯 应该算是 嗯 就是她可能会比较忽视家庭生活吧 经常我会联系不到她 嗯 但是我并不是想说这个人不好 她是一个好人 嗯 嗯 只是我们两个都 不是合适的 并且你联系不到她 是因为她工作很忙吗 不是 啊 我明白了 也就是说 但是她从来没有背叛过我 嗯 只是她可能那个时候 还太年轻了 反而心比较重 女女物理咱们说清 啊 女女物理咱们说清 到现在扯不清 对 到现在听吧 听没听 她我告诉你 这好多事情 细节的事情 没有这么简单 人家不愿意 不愿意去 对对 她自己都不愿意过头的说 对对对 就是这么个意思 发明一句话 其实不合适了 对 你想了解我什么吗 没什么 但是我就觉得 您是一特别好的人 我觉得谁跟您一块过日 都能过得特别踏实 是 嗯 我们对您评价都很高 我 我就是 一个 上班族吧 嗯 经历条件 肯定差点 不知道你们那个 城里的是吧 但是我 能够给女 就是 未来的 媳妇吧 我能带来筷子 是 看您就是 她的是过日子的人 包括我以前 死的那 我也是 只要 比如你脚 走到 多了 疼 我会给你 不先错 我会给你按摩 是 头疼了 王仲会会给你解除 头疼 我会 经常的后备长 都会给按摩 这不容易 嗯 一天两天行 时间长了 真的不容易 我觉得 她的人很好 特别是 她对她的那个 知情知性 让我们东风感动 这是一个 居家过日的 好男人 但是她不适合我 我也不适合她 我觉得 这女士 挺可优秀 我 担心的是 她吧 看不上我 不是一个 谢谢 可以吧 这回两位聊得怎么样啊 时间短还是长 时间短 谢谢 这个是我们女嘉宾 这里是我们的一个小片子啊 我第一次上去可紧张 我脸上去就抽筋 开始蹦 我说完了 真的 你看 您在底下 比在 那个 上边是要漂亮 对 你好 你好 刚才那舞跳得怎么样啊 挺好 我觉得你那个亲友团 带得不错 您的亲友团吧 就长了一个笑脸 你单身吗 不单身 真不好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 特对不起我们 有点 我替我妹妹过来了 因为她呢 单身有十多年了 这个人呢 又挺温柔的 又挺大方 善良 而且呢 她原来在跟先生 一块过的时候呢 婆婆对她非常好 也是对她像 新生姑娘似的 两人就是 就是聚少离多 才分开的 再一个呢 就是婆婆也没了 所以呢 两人走到了 就是说离婚的场合 其实 每个人都是不错的 包括这个 就是我的妹妹也是 特别的善良 这是您的什么人 我亲友团 那个我的朋友 那您的儿子 都已经工作了 嗯 工作了 那您也是 挺耍心的了 开心 刚才你觉着 儿子那一番真情表述 你感动吗 嗯 非常感动 你是落泪了吗 我看你眼圈 都有点黑了 嗯 你的孩子呢 嗯 我的孩子 25岁了 现在 现在 工作了 但是我 我儿子不太支持我了 为什么 怕 家里的事 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所以 您很羡慕 就是孩子支持的 对对对 我只想简单的了解一下 为什么吕逸 这两个性格不合呗 现在儿子跟父亲近 还是跟您近 嗯 一直跟着爸爸住 一直没跟我 是他自己选择的吗 不是 为什么跟着爸爸没跟您 嗯 他习惯在那家里待着了 再去别处 也就说明您是从那家里搬出来的 对 您没要房子吗 我没要 什么都没要吗 对 您是定身出户吗 对 那说明您犯错误了 我没犯错误 因为两人在一起 老闹别扭 很不舒服 就没办法 只能分开了 这个两人在一起 不可能说 因为在一起时间很长 不可能说凑我 所以呢 能大面能过就过 实在就是在一起不舒服 就没办法 这女的受了大伤害了 估计 受了大伤害了 受了大伤害了 有可能她遇到了 很强势的 专老师 您对我们这位女嘉宾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第一印象 文文尔雅嘛 她的力量是蕴含在身体里的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一种软的 为什么 您的离异是您用什么换来的 净身出户换来的 我那时候 不打算过日的时候就走了 离家出走了 您离家出走了 走了多久 走过好几回就想 两人在一起 过着不舒服 还不如就放手了 所以其实你那时候是经历过很多委屈的 可是今天上场 因为您一开始就跟我说 说儿子不愿意让你谈太多 以至于我不敢深深地问您那段情感 雅尔从您不断地忍回去的眼泪中 我都能想象到 那个过程中您其实是经历了很多 痛彻心扉的东西 我不是一好母亲 为什么 一个女人能离开孩子 当时你选择离家出走的时候 您的孩子多大 上初中的 您走了 他爸爸管他吗 他没办法就得管 你的儿子为此受影响了吗 肯定受影响 也就是说 孩子初中之后 你管他很少了 对 他一直就是 离婚以后一直跟着爸爸 长大之后他会埋怨你吗 没埋怨 到现在关系也挺好的 也就是说 只是您心里边不断地自责 对 我对不起 像年三十几年了 但是有六七年了 有 接触过人 但是是那么好 疼很难 因为人一接触以后 会发现很多问题 这个年龄的都很慎重 应该是慎重 那您觉得刚刚这位女士和那位先生 有没有匹配度呢 我和第二个人也交流过 他想找一个年龄比他大 至少五六岁 五六岁就说 会疼人 如果说按他的年龄要求来讲 跟那位先生 匹配度可能也匹配的不在一块 匹配不在一块 对 要是说年龄 如果年龄要是他硬直边 肯定他就匹配会在一块 可以挺不错的 形象也挺好 但是我太年轻了 我喜欢岁数大 感觉还是不错 很容易沟通 觉得特别省心 说话也特别放松 交流起来要容易的话 就往下继续进行的可能性大 你家庭和三好男家庭 回跑 还在那边的交流 感觉怎么样啊 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自意的 感觉聊得还挺好 我是感觉 聊得还挺好的 真的呀 就看你们还挺高兴的进来 对 好像合的 让我的片子 掌声有请 四号女嘉宾 您好 在肥英海街 很漂亮 长得好可爱 我觉得 喜欢这树玫瑰花吗 喜欢 喜欢这玫瑰花的主人吗 你喜欢 也喜欢 你就说对林先生印象也不错 嗯 嗯 呃 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 您在观察室里边说的多吗 呃 说的挺多的 我性格比较开朗 然后比较活过一些吧 嗯 那你孩子呢 孩子呢 跟着我呢 跟着你呢 跟着你呢 是人 因为你岁数也不是很大 你规定 是哪一了 哦 这个女士生活当中 挺有追求的 嗯 而且她那个 童韵 说话的童韵 这小孩 娃娃鸡 娃娃鸡 那男人喜欢 娃娃鸡 那可能 从心情可能也 我这块 喜欢这个生命 嗯 嗯 她给一种 童韩 小孩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女摄影师 好像挺少的哈 对 我是黑光的学生 哦 所以就因为我是女的 所以说 去影楼人家就是 不愿用我 嗯 所以我就自己开 那我想知道 您自己 现在开这个 摄影工作室吧 就要开了多久了 有八年了吧 生意好吗 还可以吧 呃 反正是自己养活自己 没问题 啊 一般的都是干那行吧 就是口碑好 口碑好 生意好 然后 你是不是给人拍照 是这样的 来 开看我 笑一笑 你听你的声音啊 你感觉很 很童真的样子 有人是那么说 经常打电话 人家就说 哎 嗯 你们家大人呢 我想我就是 我们家大人 哈哈 这位女士 也是 有追求的人 主要 什么追求啊 爱情他也追求 事业他也追求 嗯 那您会觉得 你会觉得这样一个女士 特别好 特别优秀吗 当然了 这要条件相当的话 我觉得能活得男士的喜欢 虽然他很优秀 但他找一下 我觉得是很好找的 不好找 对 问题在哪 适合他那种 想追求 想追求的那种 理想状态的男士 不好 嗯 你什么时候离异的 我是04年 有孩子吗 有 现在18岁了 嗯 嗯 你当时04年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 一定得离婚呢 有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的性格吧 就是能不能在一起 取一个决定性作用呢 嗯 我本身是一个很外向 就是你看我就是 孩子气比较重哈 嗯 比较淘气 然后会好玩好闹 属于这一类的 嗯 嗯 然后我家前夫 就是属于那种 比较闷 嗯 就是你说三句话 他都不会说一句话那种的 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长处 好比我就是 那种小脑瓜转的 可能比较快一些吧 嗯 然后对美的东西 感知性比较强一些 所以我 我以前是画画的 上学的时候 那么这个对于你的前夫来说 他不愿意让你这样做是吗 对 他反对你的事业 对 你们就是因为这个最后离婚的吗 也不完全是 就是两个人的理财 观念各方面 完完全全都不是一个概念 那你们干嘛要在一起谈恋爱结婚呢 姐说我比你大啊 然后 我说我没谈过恋爱 你可能都不信 就属于那种 比较乖乖女 家里边说 啊 这小伙子不错 然后 介绍给你 因为是别人介绍我来的 啊 就是人家姑娘二十四五了 结婚了 你二十四五 你也该结了 啊 然后就把我给夹 人家也结婚 我也结婚 就属于这一类 就比较平 省点心吧 真省点心吧 好家伙 都累了 我得活着 啊 现在是幸福的开始 孩子也大了 这个小脱油瓶已经开始分裂了 已经 现在他已经超越我了 然后有的时候 给我会出一些主意 然后我感觉比我高明 小妹妹 挺活泼 挺可爱 很不适合我 哈哈哈哈 太小了 我觉得 啊 觉得很好的一个大哥 而且健谈 做个好朋友可以 经过第二轮深入了解后 我们把女嘉宾安排到了另外一间会议室 而男嘉宾则要完成一项艰难的任务 同刚才我们女嘉宾给男士打分的时候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呢 让我们男士啊 也要再给我们的女士排一个次序 那么按照你们对她的这个印象好坏啊 来进行排序 在这个地方 我需要大家给我的是一个统一的意见 现在男嘉宾给你们开始做这个排序了 你们有什么感觉吗 很期待 你怎么想呢 特别期待 那你预测一下自己会是第几名 我预测好像第二或者第三 期待还是紧张 我觉得落水三千我只需要一条 我那一条还没有 我还在等 一条 一条 别想 对对对 对我觉得 我写的是四号 四号 这个可别让人知道谁选的 这个最终的结果是大家的一致意见 大家一致意见 不会让人无所谓 这个算什么也真好 没事 说谁好谁不好 盘女 女士不高兴 是吧 所以说我就随意大力 这就得了 我都没想过这些东西 我觉得无所谓 现在你们商量吧 给我一个一致意见 你说这第一名不是大型的女的吗 我说那个 这四号 四号 挺好 吃大型的吗 对 那就是他 我觉得 他性格 我觉得 应该那 二是第一 那为什么刚才在排斥的过程当中 您不提出您的意见呢 少数多数吧 他们三人都 都说那女的是比较高 好来 我们现在就有请我们的女嘉宾回场 有请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宣布了 我们的先生呢 刚刚利用这个时间呢 是给我们的女嘉宾做了一个排序 那现在我想大家来公布一下 男嘉宾给大家排序的结果 好吗 我们还是从第二开始公布 那么获得这一场第二名的是 我们的三号女嘉宾 欢迎 对 我们祝贺她 哎呦 太满意了 出乎意料 因为我岁数最大嘛 能够排第二 挺感激的 这几个男士还都挺不错 那我们接下来公布的是 我们被男士们 评选为第三名的女士 她呢是我们的 二号女嘉宾 掌声鼓励她 嗯 我觉得她们已经给我很高的位置了 我很谢谢她们 好的那同样 我们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呢 是被男士们选出的排在第一名的女嘉宾了 非常有意思啊 又是一次巧合 看我们这一次呢 没有被宣布到的 依然是我们的一号和四号女嘉宾 那么这两位谁获得了第一名 谁又是第四名呢 我应该是第四名吧 为什么 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是 第一次上节目就是 我是第四号女嘉宾 然后我这次还是第一次好女嘉宾 嗯 然后应该这次应该还是第四次 我觉得她那么好那么优秀 我感觉她应该是第一 好 那我现在就要跟大家公布一下了 那么被男士们评为今天的最受欢迎女嘉宾的是 我们的 四号女嘉宾 恭喜您 是不是很意外啊 哦 我很意外 因为我说话吧 有点口快心直 心里想些什么 然后就说出来 有时候说话比较锐利一些 我就觉得 但是怎么想的 就是怎么说的 更真实一些 虽然我刚才说二三 那我觉得我心里知道 我会排那第四 因为我这次吧 不怎么猜 主动一些 是吧 就插在这 那我们被选出来的 这个排名最先的女嘉宾 就是四号女嘉宾呢 现在您可以选择了 我身边的这个伴侣 究竟是谁 那么所有的四位男嘉宾 可以随便您来选 那就换换吧 待会儿都换换 我也换换吧 您告诉我 你想换谁呢 那就换一个 三号大哥吧 你想换三号男嘉宾 对对对 我觉得他说话很开朗 然后 人也挺随和的 然后交流交流 挺不错的 好的 没问题 倒是要成全你 您现在就可以站到 三号男嘉宾旁边了 站一边哭会儿去吧 你说什么 我哭一会儿去 那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被男嘉宾评为 第二名的 是三号女嘉宾 您也有选择的权利 除了三号男嘉宾之外 其他的男生 随便您挑 都挑了俩了 那四号 您是按照谁没挑 我挑谁是吧 这回您有人要了 真是不行 来有人要了啊 好的 现在我们已经两对 新鲜出炉了啊 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的 二号女士 您也有选择的权利 是选择您身边的 这位大哥呢 还是选择我们的 二号男嘉宾呢 那就 那就二号大哥吧 因为我 刚才我也说了 我觉得他能够 对他的妻子 那么的相濡以沫 这么多年 而且他太太生病了 而且他好像很多年吧 一直照顾他 这是一个男人 非常优秀的品质 我尊重这样的人 最后剩下的 就是我们的 一号女嘉宾了 那您现在已经 没有选择了 我是最好的留给我 现在呢 我们看到我们的一个 新鲜组合又出炉了 那么接下来 我们没有那种 互相了解啊 看短片啊 了解VCR的环节了 但是呢 要给大家出一个新的难题 那么就是 我们需要让大家呢 两两组合 一对一对的 去拍照片 拍什么照片呢 不限制 只要两个人 都在画面当中 同时还要符合 另外一个要求 就是画面的主题 是爱 一张合影 一个主题 最终他们又会 拍出怎样的照片 谁又会再选择 牵手成功 让我们拭目以待 我感觉还是 这样拍比较好吧 一人一只手 一人一只手 对 两人一颗心 这个就行 这个就行 我觉得我们 自己也算 有一种默契吧 那个美女 给我们搭配姿势 那我们就照着做嘛 一号女嘉宾 这个女人 这个女士 你看身材 跟范儿也都挺好 但是可能就说 她不是我 需要的那种类型的人 你看怎么着 我这方案行吗 行 就怎么着 你手过凉呢 不冷 没人疼 有 好了吧 谢谢 二号是我标准 但是她 特高吧 疼不上 非常默契 她是一个很好的人 我也希望她能够找到 特别适合她的 爱她的伴侣 这样一个 这样 两人还是一颗心 耶 对 这手呢 这个别的 拉手 拉手 还是一颗心 看 二人同心 好 挺好的 挺好的 挺不错的 你看我们那个题材 也非常好 又打的心子 多漂亮 把手放这儿 教你啊 这样 往这边 这叫咱俩人 一人一颗心 两人一颗心 你知我为什么没跟他们 做两个人这样的吗 因为我们两个人 没有公佣 所以说我们俩人 一人一颗心 用了一点小心眼 这个四号女士 就是那性格 你看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我也挺欣赏四号的 通过这事 说不见得外表 多么漂亮 可能男人欣赏女人的 这种角度 还是女性的性格 来决定的一切 伴随着一张张 美丽照片的诞生 八位单身嘉宾 也愉快地度过了 精彩的一天 那么他们会做出 怎样的选择 谁又会找到爱情 答案马上为您揭晓 不好意思 今天都没有碰到 我相信我今天 一定会遇到我的爱情 那是选择 我觉得还是 4号还是 不错的 在我国家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以后我们没准 都留了电话了 在 私下在 沟通沟通 我觉得他们都挺优秀的 我觉得和我 都是有一段距离的 我一定要努力 你一定会在这个节目 我就一定会显到 我的另一半 如果说要是那个 就是姓薛的那位女士 如果她在年轻几岁 我有可能愿意跟她来沟通 因为跟她年龄也 年龄不大 因为都比我 都比我岁数小 我再考虑考虑吧 二号是我标准 但是她 特高吧 谈不上 她没有 谈不上她 没有 我喜欢的 男生 好像是那种 比较喜欢 事业型的那种 事业心强的 然后 头脑清醒 目光锐利 我喜欢这样的男生 我觉得 跟我不大 我希望找一辈经的 我不耽误年龄 只要我能跟她 能够聊得来 虽然所有嘉宾 都没有在第一时间 找到对的感觉 但是他们彼此 也都留下了联系方式 他们希望能够 再多一些了解 也许 在这其中 也会找到 适合自己的爱情 那么电视机前的 单身朋友 如果您也对 今天的八位嘉宾 感兴趣 请您与我们栏目组 取得联系 也许您的爱情 就会在选择出现 他为人正直善良 幽默风趣 四点 没有急 是不行 哎呀 一号男士一上场 就对一号女嘉宾 一见钟情 我提一下 我们下去谈一谈 行吗 好不好 你别着急 还有二号女嘉宾呢 我想先这么进去 就这样了 您的意思是 我这人随缘 二号男嘉宾 幽默风趣 三号女嘉宾 性格开朗 一首好运来 让现场男士 对她刮目相看 好运来 祝你好运来 五位优秀的男女嘉宾 齐聚选择的舞台 她们能否擦出爱的火花 敬请关注选择 你的唱发 你的声音 深深烙印在我心底 第一次说爱你 我想你成为我的女人 想了很久 我想想她求婚 所有回忆 都存在我们的爱情里 这一刻 亲爱的我想 这一辈子 我就爱你一个人 我爱你 嫁给我 我爱你